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他们的有钱人非常的重视 最近有一个新闻引起我的注意 我特意让他们把照片拿来给你们看 让我羡慕一下 对吧 我们只能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度假的 这帮不要脸的 大家没有不要脸啊 你注意到那个人没有 他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啊 现年59岁的比尔盖茨 前一阵正在携家人在意德利的萨丁岛海岸度假 这个租用了一艘啊 租金一周五百万美元 你注意那是个游艇 我看跟游轮似的 对啊 并且乘坐直升机代步 这艘游艇造价3.3亿美元 租金是一星期五百万美元呢 这艘游艇长137米 而且还配备有一艘潜水艇 你往下看 看他们这帮人 这哪是潜水艇啊 不不就再按下 仇富 仇富 他这个后槽牙都咬着 你看全家人这么玩 在这个游艇里头 还有12间特等舱 此外还有这个直升机 可以就在海上玩吧 直升机随时搭载 比尔盖茨一家去陆地打网球 这是摄影师拍到了这个 他们几个在水上骑摩托的 这个场面 就是整个他们家的这个度假 那有问题 还好吧 对 我看好多中国有钱人也 可能排场更大呢 是 对 我是为了说什么呢 我不是为了仇富 我是为了夸他 因为呢 我就曾经有一个有识之士吧 就说呀 他特欣赏比尔盖茨 说这个人这一辈子啊 真是干什么成什么 就是他很欣赏 他就是他就典型 我们说叫能挣绘画 就是你比如说比尔盖茨 他做电脑 做到第一 在这做财富 做到最多 然后呢 又选择 做到最多了 怎么样 这个英雄寂寞 我该干什么呢 好 我做慈善 做慈善 也是货真价实的 大半家产呢 而且就用自己的行为 影响了这个多少人 就功德无量 但是呢 他对自己的生活 也很讲究 他以前一般都挺节俭的 我还记得 就说什么停车费 还跟人家斤斤计较的 所以你说放这个豪华邮轮 我还觉得有点惊讶 你看他自己的家里 都弄的就他喜欢什么 就弄什么 有家人就这样 他就家里弄的 比如说就是都有那个遥控电脑的 那意思就是跟那个 这个房子就跟遥控似的 就我通过电脑就可以控制 关灯开灯 拿音乐放起来什么什么 他自己设计的房子 那是人家自己创造的财富嘛 对吗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代表了一种 人 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榜样 就是说能正会花 而且呢 积德行善 我觉得完全不是榜样 榜样 在我看 因为我不明白 赚了那么多钱 还要工作干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你说他是放假 他没工作了 他现在是辞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微软公司 他基本上业务是不管的 他主要是经营他 比尔·基金会 那还是要谴责 那工作到那么晚才退休 他很早要发财了 30岁要发财了 假如我跟我 可能我受文涛影响 那喜欢过好日子 对不对 假如我30岁 让他那么有钱 干嘛还要竞争 走来走去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我最近的 对一系列中国游客的考察 还有一些有钱人的考察 我就发现中国人最高目标 就你说的这几个字 过好日子 真的 甭管多有钱的人 这不是全人类共同的心声吗 问题是 等到他过了好日子之后 我下一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就是最后陷入一种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好 所以我是 你知道我有什么一个感触 我把比尔·盖茨 跟另一个人给连接了起来 因为我看到比尔·盖茨 他是一种好像 向善呢 也是我们觉得挺棒的一个人 但是另一个 你看我最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 他们又在传 讲一个特雷莎修女 咱们大陆叫什么 特雷莎修女 德兰修女 特雷莎莫 我又喜欢叫她特雷莎莫 你看可以看看特雷莎莫的这个照片 那么你看 她18岁来到印度 我给你念这篇文章写得挺好 说18岁来到印度 一个18岁的姑娘 自己都居无定所 她整天干嘛 就推着小车 在这个阴沟里 在公共建筑的台阶上 捡那些个残疾人 要饭的病人 无家可归 小孩 归隆到小孩 对 然后呢 到处去找吃的 给喂他们 帮他们联系 找医生 求医生来帮他们 说 许多人亲眼看见 特雷莎修女 从这个水沟里抱起 被蛆啊 吃掉一条腿的乞丐 看见怕她 她把额头贴在 冰死的病人的脸上 看见她从一条狗的嘴里 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 看见她把艾滋病患者 紧紧地搂在怀里 告诉她 耶稣爱你 她在天上等你 然后1979年 特雷莎修女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她穿着她那件 她一辈子就三件 那个印度的那个沙利 只值一美元 一美元的印度沙利 走上了领奖台 她永远穿着这个衣服 她没有别的衣服 当时台下坐着 珠光宝气身份显赫的贵人 她视而不见 她的眼中只有穷人 她一说话 台下就鸦雀无声 她说什么 诺贝尔领奖 她说 这个荣誉 我个人不配 我是代表世界上 所有的穷人 病人和孤独的人 来领奖的 因为我相信 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 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 以穷人的名义领奖 是因为她一生 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 你看 当她知道 诺贝尔奖颁奖大会的宴席 要花七千美金的时候 她恳求大会主席 取消宴席 她说这七千美金 你们只宴请一百三十五个人 可是这笔钱 够一万五千人吃一天 于是宴会被取消 修女拿到这笔钱 同时还拿到了四十万瑞币的捐款 那个被所有人仰慕的 诺贝尔的奖牌 也被她卖掉了 所得的售款 连同奖金 全部献给了穷人 对她来说 那些奖牌 如果不变成钱 为穷人服务 就一钱不值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行善方式不一样 比尔盖茨跟特利沙修女 其实他们归根结底 她又是一样 就是你有什么 你就以你有的这个力量来做 比尔盖茨她有钱 她可以用钱去做 特利沙修女她有个特点 她不接受捐款 她也不成立这个捐款机构 她后来就很出名以后 很多人愿意给她捐钱 她可以用这些钱 去帮助更多的人 她除了可能这个 这个诺贝尔奖金以外 她从来都不接受 她说就说不想 因为我估计她其实觉得 她自己没办法去管理这些钱 她不知道怎么去管理 她的那帮修女 就是她手下的修女 特别有意思 就是她挑选修女的这个标准 你知道是什么吗 会大声笑的和能吃的 她觉得这样的人呢 她心地就很 就很无私很纯洁 她这样的人 她心里才有爱 而且她为什么去帮助穷人 因为我前几年正好有一段时间 对她特别感兴趣 我看到她的有一个传记 叫来做我的光 是一个就当时提名 她丰盛的那个人来写的 就什么意思呢 她一开始是做一个教师的 她想去教那些孩子 她后来到了印度呢 她在一个什么山上 她是生了一场病 她生病的时候 她梦 不知道梦见 她自己说是耶稣跟她说 叫她去帮助穷人 她就是当时突然说是 耶稣跟我说叫来做我的光 你要做我的光明 去照亮那些穷人 于是呢她当时是体验到 就她说是跟神合而为一 怎么样一种喜悦 说是耶稣就降临到她的身上 她整个是替神在做事情 她是这样来觉得的 好 那这个大家有可能会觉得 只是一个宗教的 好像一种比较神奇的经历 这人像着了魔一样去帮穷人吧 但她最感人的是 后来她有一段时间 她进入了就是他们所谓的黑暗期 就是她体验不到神的存在了 对 这个阶段他们说很多就是这个被丰盛的人 他们都有经历过 说有一个这个主教曾经经历过45年的黑暗期 就是她整个她说我的内心是没有信仰了 那个时候 她说特别的痛苦 有那个无神论者就说是 她等待着这个天父出去买了包烟 就再也没回来 但其实她就说 那么那个时候你体验不到神的时候 你怎么你该怎么做 她说我就是帮别人 就是用爱去帮别人 所以我不能说我爱神而不爱我的邻居 她就不断地去帮别人帮别人 帮到就是这种爱 她说就是神的这个存在 到最后就我在她身上会看到一种特别人性的东西 她是用人性在帮人 不仅仅是神性 你这个深化了我对她的认识 我本来是说这两个人啊 引起我一些感触 就是我觉得你看 比尔盖茨 我觉得也是我想往的 对吧 这个德兰修女 Teresa 默默 但是这两个人呢 比尔盖茨让我觉得是个人 这个要不说这个 这个德兰修女啊 要不说她丰盛啊 我觉得啊 她让我觉得是个圣人 她是圣啊 她是丰盛 就是圣啊 没有 所以你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 我是蛮惊讶的 你刚说联想到在一起 我就马上联想到修女摸摸是吧 去坐游艇的样子 对对对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可以看看 比尔盖茨最近的照片 度完价了 是吧 度完价也干点别的事 我们看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两天呢 都玩烂了 对 是吧 你知道呢 你看我美国的一个朋友啊 这个 说出一种美国人的意见 这也很好玩啊 就是他这个意见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你看就是这件事从IT界蔓延到体育界蔓延到娱乐圈 他说我现在突然明白 有政治圈 他说我现在突然明白这三界的平均智商大概差不多 说每两天这事就来中国了 美式愚蠢再次造福全世界 他这也是一种比较另类的看法 那不一定 那是美国人写的 对 他的意思是所有的罕见病都值得关注 不只是这一个 人们突然善良了 真新鲜 冰水泼头的点名游戏 他说这就是这一代叫什么 Celebrate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名流 这就是这一代名流的想象力和幽默 他说跃跃欲试的气味让人恶心 科学家医学家兢兢业业 我们都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ALS被这群人干了 像热点新闻一样 像陶色新闻一样被谈论 这件事这个搞得有些不真诚的气味了 什么叫ALS 他们就见那个 见动人的这种 他这个冰桶行动是为了拯救那种病人 那我想说那能做一点不是比不做要好吗 而且但这件事情传到 现在是这样 台湾政坛的就政客已经开始跟着做了 那大陆我是不能想象的 在大家搞这个东西 他就是拿这个冰水浇头然后你要捐一百美金 还是多少钱 就是你要捐钱 关键它是有这个名人效应 但传到中国 我看到大家最关注的是有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标题党 就是说如何迅速成为世界名流 就是你拿一桶冰 你也泼一下 就我也加入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你来泼一下热水浇头 你也存名流了 对啊 所以最近心情不太好 好像还没被点名要晚 我这样 你一直很英语进行 原来是这个道理 小军军啊 我绝对说 你要小心啊 还是香港人实在 我看香港电视新闻 医生就说了 不要随便弄这个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要小心 这一下花 你有可能就是爆血管 不要被那种烂媒体吓到 他可以不用冰的 不是 还有的人他们弄就一滴水 就发挥你的这个想象力 你想怎么用 人家后来不是说 然后就开玩笑 说那个普京 就假设他玩的话 他什么冰水 人家直接跳冰海里可能 就不穿上衣跳冰海里 没有因为我觉得刚读那个 我听起来我以为是翻译过来 听起来像中国人写的 科博语言 我翻译过来 因为我觉得这种根本不是愚蠢 就是说假如他称这种愚蠢的话 表示这个人 没办法心想天真 纯真 就是innocent 纯真 这个字可以翻译为无知 可以翻译为很纯 很纯 好玩 而且这个什么名人 太容易扩散出来了 因为点名了 好像那种推销一样 我拧完之后 我说三个 对 只要我其中一个 可能是电视界的 OK 文涛 OK 所以我开始了 就要拧你了 你要谈三个 艺术界 什么思想界 就扩散出去 奥巴马被点名了 他说他不愿意 他就没有选择浇水 但他捐了钱 马英九 马英九也给点名了 郝龙斌好像交了 这些人交了 台湾一个女的 还是一个什么 玩得够狠的 他拿了一个那个 翻斗车 一翻斗车的那个 他就是要炫 对 好玩 这种就是纯真 这种创意 我觉得看得出人的刻薄 必须说 我早上看到 有人就黑 几个女生 不晓得是台湾 还是大陆的 他们穿着泳装 然后白色T恤 就凝 凝了 虚了 当然身材会露出来 OK 没有 那是非常自然的 一个女生 她就是这样身材 然后穿着 会说what 然后那些网民就黑了 现在叫你做慈善 不是叫你借机会 暴露身体 秀身材 那C罗不是穿了一个短裤 卖他的品牌 也在那里教吗 对 第一个 人家有需要这样来秀身体吗 就算人家秀身体 那是what 那怎么样 这是看到 我觉得应该看到创意的部分 纯真的部分 然后总是看到黑的那个部分 你说的就是体会 就说到我今天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从比尔盖茨到德兰修女 我就感觉到 这个人类当中真是有两种 就是一种你看 你像比尔盖茨这个 他就属于也是可以很刻薄的 对吧 你也可以很刻薄的去说他 你这么多钱 甚至 我听见过去最大的一个 就是说 这帮慈善晚参加慈善晚宴的 身上的一个包都够穷人吃一年的 还这么打着什么旗号去做慈善 你知道 我提出这个话题 我并没有我自己的解答 我知道他很刻薄 因为人家拿了钱了 人家毕竟是就像 不管是什么 做秀也好 我为做好事比你什么都不干强 对吧 可是当你看到世界上有德兰修女这样的圣人的时候 你又觉得这德兰修女 你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的 你刻薄她 你拿什么刻薄她 她无可刻薄 这就是圣人 但是万中亿中无一 就没有一个 这个也很难让我去解答 我们在香港从小就听德兰修女的故事 因为香港听主教 基督教学校很多 结果你们还是拿钱去买股票 那完全没冲突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师 还是前辈讲过说 你看外国有德兰修女 我们中国也有雷锋 我觉得音效蛮深刻 我也觉得 对觉得很光荣 然后我刚听小军军讲到她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说想起一个事情 有时候有那么大爱 有那种新的有爱 其实不太难 最难是什么 持续下去 持续 持续 持续下去 长期维持 你们有这种经验吗 看着电视 突然给你看两分钟的宣传片 非洲儿童很惨 病了 又死了 你捐钱 打个电话 每个月捐50块美金 我有啊 我就是 对 我就 我就是 经常是怎么样 后来就断 没错 你知道这典型的就叫什么呢 我体会最像 两个月 三个月 一年就断 这就叫这个触景申请 见风流泪 你知道吗 电视上一放 你只要把宣传片拍到 我看到非洲那个孩子 哎呦 我要捐 我有一些想法 这个是为什么 就说其实比尔盖茨和这个德兰修女 他们其实还是 我觉得跟宗教还是有关系 基督教里面 他就是这个富人 给穷人捐钱 帮助他们 其实是一个义务来的 他都不能叫 不是叫慈善 不是我们想的说 我今天高兴我给你钱 它是个义务来的 责任 对 义务或者是责任 它是维持社会稳定的 就是说民间社会关系的一种 你包括比如说 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 在中东 像这些 穆斯林社会什么的 他们也都是 富人你有义务 拿出你的十分之一的钱 要捐 那然后呢 到过节的时候 你宰羊宰什么的 你要给穷人 而且你要 你要失粥嘛 那些 到那个摘月 每天你都可以看到 就有富人家里头 摆一口大锅 那个穷人就 那个排着队过来 就拿粥喝什么的 这个是个义务来的 那么这个是帮助 他整个社会稳定下来 那是效果 小军军 你说帮助的话 那是效果了 你说义务 还有一个层次 是非常准确的 是什么 新教伦理 对 因为有钱在新教传统里面是这样 你怎么样来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 你被选定了 可以进天国 你要行善 行善 我有钱 努力赚到钱来行善 然后建立教堂 学校什么 来证明 我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韦伯就说 这是那个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在建立 甚至不是说 听说好像是圣经里边那么句话 说妇人要想上天堂 就比那个骆驼穿过真眼都难 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真是 就是有两种慈善 你比如说你让我给钱 可以 但是台湾的一个大学的校长 好像叫李嘉童 他跟着这个Teresa 默默 干了几天 他就说 我才知道 以前我根本不懂得爱 因为 你要跟这些个残缺不全的这些人 拥抱他们 什么给他们关爱 亲手喂他们饭 你知道吗 你真的就跟他们端屎端尿 这德兰修女就是这个 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最后死了之后 那真是只有身上的衣服 什么财产都没有 那么你说这种人 我就发现这种人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这样的人 但是一旦要是有这么一个人 全人类内心好像有一种东西 我听说在南斯拉夫 尔科索沃内战的时候 两边不停战呢 是那个是黎巴嫩 黎巴嫣战争 在黎巴嫩198几年的时候 对 那个特雷莎修女去了那个前线 他从里面就是说 他从一个小学里面 就是救出来30多个人 就让他们停火 对 就是当时一边指挥官说 那边不停火呀 他不停火 我怎么停火 特雷莎修女 到了两方中间 两方全停火了 那你说 他这种光芒呢 又是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有时候 对慈善这个概念蛮陌生的 后来我在想 我刚刚说到 就是在伊斯兰教社会 所以他这种富人帮穷人以后 他就 你看他再乱在 就是在什么 他就是 这个最近不是也很动荡吗 但没有 很少会有人饿死 就是因为他有个底层的民间 这种社会关系在那里 那么中国的社会 就是民间的社会关系是什么 你知道吗 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报子 报啊 报仇 报恩 报父 是这个报 中国人讲报 或者说报应 对吧 过去在佛教进来之前 中国人这个报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说这个孔子啊 他曾经说过 就人家问他说 以德报怨 这个行吗 他说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就什么意思呢 如果有人 他对你不好 你应该是公正 就是寻求法律去找他 然后有人对你好 你还是对他好 是相互对等的这种关系 我不可以超越了 我以德报怨 你对我不好 我还对你好 对 就中国人 而且后来这个佛教进来以后呢 又变成一种因果关系 所以中国人干什么 我觉得都会想 我能得到什么 他是倡导一种平等的 我给你什么 我得到什么 而不是超越这个平等的关系 就算想以后能得到什么 还有回报吧 已经得到的东西 总要放回来 一个圈圈 是很随意的 而且一个圈圈 一个圈圈 一个圈圈 非夏侯通讲 一个圈圈 一个圈圈 家族不是不行善 我对我认识 好